新婚之夜,郭沫若对妻子颜值不满意,妻子哀求,给我一个孩子吧。 说起我国现代的作家,很多人可能会在第一时间想到莫言,诚然,作为我国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莫言在我国的文坛史上的影响已经无法磨灭。 但是,纵观国内,知名的现代作家却绝不仅仅只有来自山东的莫言,郭沫若,相信这个名字深深烙印在了很多国人的心中, 在上学时代,郭沫若的文章常常被选进教学课本,充当素材。 其实,在百花齐放的文坛中,郭沫若的影响力相当之高,他的地位之高是大家所想象不到的。 但是,对于郭沫若来说,建国后几十年来,始终流传着他的风言风语,郭沫若除了有作家的头衔之外, 还是一个颜值党,与自己的妻子结婚后,曾因长相问题而对妻子表目不悦。 妻子发觉丈夫的异常后,向新婚丈夫苦苦哀求,给我一个孩子吧。 这些传言至今仍然未觉,那么,这样的传言到底是真实讲的? 大家别着急,暂且听王叔为你们慢慢道来。 作为我国现代作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郭沫若先生的文学作品,不少人都有性败读过。 他本人出生于四川,增东渡日本,去那里流过学,吃过洋墨水。 在民国时期,国内民不聊生,内忧外患, 郭沫若先生还曾为我国的未来而挤走奔波。 郭沫若先生年轻时学习成绩优异, 对学习持有,有一种如鸡似渴的感觉。 平日里,郭沫若先生对读书是爱不释手, 所以,他本人所掌握的知识储量相当巨大, 以至于他本人除了写作之外,对很多方面的研究都颇有影响力。 他所提出的研究常常提纲切笛。 在历史、政治和考古方面, 郭沫若先生也留下了不少著作和宝贵的经验。 除了常年坚持自己创作, 郭沫若先生还凭借自己精通外语的本事, 为我国翻译了大量外国的诗词歌赋, 这些翻译过来的知名著作, 为我国解放民众的思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美风佳节被催婚, 如今,催婚已经成了困扰年轻人的头号问题, 这种赶鸭子上架的滋味让很多年轻人都感觉自己生活的不是所谓的21世纪, 而是上个世纪。 上个世纪的人们刚从封建礼教的稚固走出来, 很多老一辈还保留了传统的思想。 去限制儿女的发展和婚姻, 当时的很多大人物都难逃被迫结婚的命运, 比如著名的胡适、鲁迅等都被迫取了自己素未谋面的人为妻。 有人抗争过, 如鲁迅他最终还是赴了朱安, 选择了与自己更志趣相投的徐广婷, 也有人干脆承受。 比如胡适, 哪怕江东秀是个暴脾气让胡适很不适应, 可他也还是乖乖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但还有这么一个人, 在新婚之夜掀开了新娘子的红盖头后发现新娘的容貌不是自己的类型, 当即嫌弃了妻子的容貌。 选择离家出走, 逼得新婚的妻子跪下来求他, 实在不行, 给他生的孩子也好, 这个人就是郭沫若, 他和他妻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故事后来又是怎样的走向呢? 1912年, 当时年仅20岁的郭沫若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与张雄华结婚, 这是一场包办婚姻, 因此他并不爱张雄华, 实际上郭沫若甚至在结婚前都不认识他。 在新婚业的时候, 郭沫若揭开盖头之后看到张雄华的相貌, 他十分生气, 他认为张雄华不仅不好看, 而且有一点丑陋遗弃之下。 他想要离家出走, 但是还是被父母抓了回来。 张雄华很难过, 他一边哭一边哀求郭沫若, 希望能让自己生个孩子, 然而郭沫若不愿意, 他认为他的妻子不仅不美丽, 而且还没有教养和文化, 因此他决定离开家庭, 开始他的人生旅程。 郭沫若的离开让郭母备受打击, 也让张雄华无比痛苦, 但他不敢发泄自己的痛苦, 郭沫若也是因为他自己清楚, 这段婚事本就是自己抢求来的。 也是从这之后, 张雄华只能凭借家中丈夫的照片, 还有郭沫若寄回家的书信。 寥寥未借自己的相似之情, 实际上对于张雄华, 郭沫若有愧疚之心, 纵然一开始他有恶意猜夺过, 私心将张雄华塑造成一个居心叵测的骗婚丑女, 但在寥寥无几的见面和相处中, 他也知道自己的一切猜夺都不是真实的, 因此多年后郭沫若自己也说, 我的一生如果有应该要忏悔的事, 这要算是最重大的一件。 这, 其实就是只与张雄华结婚, 却放任他独守空房一生的往事。 自从郭沫若去日本后, 张雄华的生活就越发像一潭死水。 唯一能让这个女人有所起伏波动的, 只有郭沫若寄来的书信, 每当有郭沫若的信寄到家里, 他就会跑到婆婆的房间里听婆婆读信。 只是那么多信件, 从未有一个字提起自己, 后来在婆婆的鼓励下, 张雄华托人代笔写了一封信寄给郭沫若, 但这封信久久没有回信, 直到郭沫若于1915年7月20日 写给弟弟郭一昌的信送到, 张雄华才知道自己托人写的信送到。 张雄华有些欣喜, 但更多的是委屈和难过, 因为郭沫若让郭一昌告诉自己, 以后不要再给他写信了, 郭一昌很同情张雄华, 言辞之间委婉许多, 远远不如郭沫若在信中拒绝致辞的冰冷, 郭沫若信里是怎么写的呢? 八早来寒也独行, 怨地为我传语, 道我无暇, 不能另寒也不必另寒, 尚望好为我侍奉父母也。 他没有问张雄华生活得怎么样, 只是让他好好对待自己的父母, 尽管郭沫若自己也承认与张雄华的婚姻中, 张雄华是一个受害者, 他说, 父母不愿意离他, 尽可以把他养在家中做个老女, 他也乐得做一事的真姑, 但他却不愿意解放张雄华, 而是将自己与张雄华是说成是救理智的牺牲者, 我们都是救理智的牺牲者, 我丝毫不怨恨你, 请你也别要怨恨我吧, 可怜你只能在我家中做一事的课, 我也不能解救你。 一直到抗战爆发后, 郭沫若才返回国内并投身到抗战的浪潮中, 为了避免和张雄华见面, 他竟然拒绝回老家。 到了1938年, 郭沫若的父亲病重, 他才踏上了回家的路, 此时的郭沫若身居要职, 早就不是当初那个外出求学的穷学生了。 这一年, 距离郭沫若离家已经过去了整整26年, 张雄华也已经48岁, 从曾经的青春妙龄女子熬到了年近半百的妇女。 那日, 族人敲锣打鼓地欢迎郭沫若回家, 身为妻子的张雄华在人群中想着即将要见到丈夫, 他心里的感觉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四目相对, 竟然是无言, 他们都对彼此太陌生了, 和郭沫若的西装革履相比, 头上已有白发, 还是就是打扮的张雄华显得苍老又守旧。 在父亲口中, 郭沫若得知这些年张雄华为郭家所做的一切后, 心里有些许过意不去, 随后, 他当着全族人的面给张雄华鞠躬致谢。 张雄华的眼泪瞬间就涌上来了, 26年的付出和等待, 只换来一个鞠躬, 他心里不是不委屈, 可婚姻注定是郭沫若不能给他的。 郭沫若再次回家时, 是父亲病逝, 此时他的妻子已经换成了余力群, 面对丈夫的再娶, 张雄华非但没有意见, 还热情招待。 他不但精心准备了余力群爱吃的饭菜, 还让出他和郭沫若的婚房, 自己则住在小屋内, 对他们的孩子他也是很喜欢。 张雄华明明是大房, 却活得如此卑微, 确实让人心痛, 此次一别后, 张雄华和郭沫若再次过上了毫不相干的生活。 郭沫若在北京有妻子, 有子女的陪伴, 苦命的张雄华在公婆去世后, 只一个人住着冷清清的老宅, 他的世界仿佛静止了。 可张雄华也有自己的骨气, 他拒绝花郭沫若的钱, 到了晚年一个人在街边卖点小东西, 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生计。 一直到行动不便, 他才接受郭沫若的生活费和政府的资助, 可不管到何时, 都是他们主动帮助张雄华, 可他从未开口求助他人。 尽管郭沫若负自己一生, 但在张雄华心里, 他依然是自己的丈夫, 他甚至记得郭沫若的口味, 每年都会精心准备一些萝卜干之类的家乡特产, 给丈夫邮寄过去。 只可惜, 他的这些行为最终感动的也只有自己, 唯一欣慰的是, 多年后, 当郭沫若的两个女儿回家乡参加活动时, 特意去探望了张雄华。 此时的张雄华已经八十多岁, 对于郭沫若女儿的到来他非常的感动, 这次之行, 两个女儿圆了张雄华的一个梦, 那就是称呼张雄华为妈妈。 一生喜欢孩子的张雄华, 却没有机会成为母亲, 这对他而言无疑是巨大的遗憾和创伤, 这一生妈妈对他而言是认可, 是尊重, 也是抚慰。 1980年6月14日, 张雄华并是在家中, 在他九十年的人生中, 有六十八年的时间是独守空房的, 想来就觉得悲凉。 在去世前, 张雄华的记忆被拉回到了结婚那天, 他穿着一身红衣服, 蒙着红盖头, 走上了花轿, 也是从那天开始, 他悲苦的人生拉开了序幕。 张雄华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也是欲人不输啊, 郭沫若的才华不可否认, 但对张雄华太薄情了, 对此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王叔讨论吧。